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现任洪秀柱办公室副主任 国民党中央委员 曾任洪秀柱党主席办公室与立委吴宇人办公室主任 家族市居南投 年底返乡投入现议员选举 游昊表示 政治有钟摆效应 把英九执政期间为台湾做很多事情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促台湾经济繁荣 却也背负着改革的执政包袱 让国民党在2014年遭遇政治大海啸 导致当时很多优秀的国民党候选人被昏没 蔡英文指 正后 南投观光景点 以陆克布莱受创很深 经济停滞倒退 他认为2018会产生钟摆效应 还国民党一个公道 南投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故乡 1981到1989 曾任两届南投县长 扎根很深 游昊强调 日前蔡英文到台中举办选举会议 静昂想要抢下南投 恐怕只是自欺欺人 国民党是台湾稳定的力量 在林明珍主政下 南投农产品产销情况 比其他县市好 在海外市场可以兼具两岸与东南亚 所以在这次选举 国民党能凸显示稳定台湾的一股力量 让很多优秀年轻人愿意为国民党而战 为台湾而战 游昊告诉钟平社 南投县长林明珍是强大的母鸡 这几年执政满意度从中断班 快速跃进到全台第五名 这么优秀的县长 让南投蓝营整体选情绝对甚甚乐观 而且南投很特别 从过去就有培养新人的传统 每次选举都会有很多新人冒出头 国民党南投县议员参选人游昊于南投县长林明珍 兰尾许舒华 马文军的合体竞选照 已经高挂在选区各处 中平社林古龙社 针对南投选情 游昊提到 国民党在林明珍带动下 采县长 县议员 乡镇市长联合竞选 拉抬蓝军气势 民进党采超额提名 现议员是各选区现任加一席的方式 这是为了冲高县长参选人红国号的选票 但反而造成基层候选人彼此拉扯 游昊进一步分析 民进党派 细竞争激烈 议员提名超额 参选也超额 很多人在初选失利后 仍以无党籍参选 民进党在南投长期是以人为山头 从早期前县长林宗南 彭百显分派竞争 现在则是以林宗南之子林云生 前绿委蔡黄郎 前绿委李文忠为山头 他们也各自跟民进党既有的派系结合 例如李文忠与新潮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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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男一头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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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休息 驡歇 伤识 订阅 订阅 订阅怎么组 转只是 101个都队 復石